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那上次跟大家聊了一個就是 如果你點了一杯不喜歡喝的咖啡怎麼辦呢 學長是告訴大家使用加水法 可以改善一些苦味、酸味或色味帶來的影響 那也有網友很可愛的問說 那學長我比較麻煩的是 我買到我不喜歡豆子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可能比點一杯咖啡還嚴重 畢竟一包豆子可以沖十次 那你可能這個問題挺大的 那就讓學長來為大家解答 那學長建議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為幾種方案 第一個部分是你先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不太會沖煮這隻豆子 有可能是你自己沖煮上的瑕疵 或是你不習慣導致你覺得這隻豆子不好喝 第一個步驟學長建議你可以先使用杯測的方式 減少沖煮帶來的問題 如果發覺說確實杯測的結果 你還是可以接受可能代表說 這是你的沖煮蝦吃 但如果杯測之後還是覺得不行的話怎麼辦 可以考慮使用冷泡 為什麼呢 因為熱泡跟冷泡 其實萃取出來的風味是有差異的 那熱泡呢 某部分有些比較特殊的不喜歡的味道 譬如說發酵感很重的 有可能會表現得很顯著 而且你可能很難去避免 所以冷泡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解決不喜歡的咖啡豆的方法 那第三個可能性呢 就是你可能是它豆子是比較淺的 有時候如果你喝起來覺得沒有什麼味道 有可能是你養豆的時間呢 是不足的 那我建議你 反正你也不喜歡喝了嘛 你可以把它封好以後呢 放到櫃子裡面 大概等一個禮拜再喝喝看 或者兩個禮拜 有些豆子或是有些烘焙的手法上面 確實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進行養豆 你豆子才會變好喝 像學長就有這種經驗 剛開始喝可能覺得不好喝 但是莫名其妙放在那邊 放一個月之後呢 突然變得很好喝 這也是有可能讓你的豆子 復活的一些方式 那最後最後呢 學長還是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碰到的是焙度非常深 有焦苦味很嚴重 或是有雜味非常重 或是有怪味道 或是說是你可能是 你不喜歡喝的是人工佳料 譬如什麼香草咖啡豆 你喝下去覺得很化學 很合成 很沒熟 或者是炒壞掉的咖啡豆的話 學長建議大家就不要再掙扎了 就把它丟掉 因為喝到不好的咖啡豆 其實對你的健康也多少會有影響 甚至會引起心悸啊 或是睡不著的症狀 所以去勉強也是沒有用的喔 好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碰到不喜歡的咖啡豆 怎麼做的四個方案 那如果各位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你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那我們今天 碰到不喜歡的豆子怎麼辦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